要來看到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昨天表示說在南部會搭公車的人都是傻瓜 為此高雄市政府今天立刻召開記者會 澄清說高雄的公車APP早就行之有年了 現時現場也請到前台北市副市長林青榮現身 來介紹高雄的公車APP 還說這使用起來比台北市的還方便得多 柯P一席在高雄搭公車是驗討的發言 遭到網友批評一開口又得罪半個臺灣 就這麼巧隔天高雄市政府立刻召開公車動態 資訊與乘車體驗記者會 還請來柯P的前副市長林青榮出席 拿起自己的手機介紹高雄公車的APP 林青榮認為高雄的動態系統比起台北要方便得多 外界也好奇他現身是不是要打臉柯P 而柯P的發言也引來南部綠營縣市首長輪番炮轟 柯P點名高雄公車沒有APP不方便 高雄立刻開記者會澄清說公車APP行之有年 甚至比台北還方便 柯P一番話讓台灣一分為南北兩個世界 已讓自己再度成為劍拔 記者陳立國高雄報導